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着我国北冰南展西阔东进这个发展战略 已经初步落地生根 能够在比赛中发掘出更多的后备力量 这是李衍目前最想做的事 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滑冰运动 像他当年一样和中国短道速滑运动一起神龙腾飞 1988年第15届冬奥会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 中国代表团派出了20人的队伍 参与了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和越野滑雪 三大项目的比赛 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三次参与冬奥会 你就觉得旌旗招在 这个奥运赛场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然后觉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就觉得这个比赛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以往速度滑冰是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而李衍从事的是短道速滑项目 能够参与其中 是因为卡尔加里冬奥会 第一次把短道速滑列为了表演项目 一切都是 都是 因为讲白也是真的 都一样一样的 所有的赛程赛事都是 都是跟奥运会是一样的 前两届冬奥会 我国选手的最好成绩是 越野滑雪的第14名 但这更加激起了 我国冬奥选手们的斗志 在女子短道速滑项目上 就有李衍 李金燕 张燕梅 乔京 四名队员取得了参赛资格 这是女子一千米短道速滑的比赛 虽然是表演项目 但是影响力丝毫不差 我国运动员李衍 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结束的 第15届中级奥连区运动会 表演项目 女子一千米室内 转跑到速度滑顶决赛中 荣获冠军 为中国队夺得第一枚 中级奥运会表演项目的新牌 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 李衍又获得了500米和1500米的两枚铜牌 并且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 在奥运村里面每天都有海报 有一天我们门风里就塞进来了 你看是我的照片 对 那个真的很惊奇 上面写的神龙腾飞 是用中文写的 对我们整个项目来说 冬季项目来说 是大家都非常兴奋 都觉得像打一个强行针一样的 这样的兴奋 兴奋就是我们看到了希望 时间来到了1992年的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中国派出了34名运动员参与其中 在速度滑冰项目上有叶乔波 在花样滑冰项目上有陈璐 在已经被列为正式项目的 短道速滑的赛道上 有黎岩 张燕梅等队员 中国代表团再次寻求 在冬奥会上的突破 只知道是两项 女子的500米和女子的接力 男子的1000米和男子的接力 这一两年当中 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 也就是对自己期望值 这时候开始想了微博正光 觉得自己更健了 这一切来的特别的幸福 也特别的不义 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决赛 王秀兰和张燕梅 都被挡在了半决赛之外 李衍和美国选手特纳尔 成了观众们的焦点 冲向终点的那一刹那 李衍和特纳尔几乎同时撞现 差了半刀 当然我想再冲一下 我觉得还是没练到 所以伸掉没伸出去 当时在短道速滑项目上 刚刚有了一些比赛规则上的变化 所以这0.04秒 成了李衍的一个小遗憾 不过李衍的这枚银牌 创造了中国短道速滑 在冬奥会上的历史 目前李衍兼任速度滑冰 国家集训队总教练一职 从出色的运动员教练员 到中国滑冰协会主席 再到今日重新出山 李衍一直在心爱的冰场上 独立着 复冲着